快點開車吧 新年行大運 新年當然行大運 那我們去哪 時間到了 隨便吧 都是一圈而已 新年行大運沒得隨便的 不可以隨便的 那怎麼辦 師傅 師傅 是 2019年香港實在有點悲 我想今年有點煩 像那個白大水一樣 你想行大運可以怎樣行呢 2020年行大運嗎 我要指定名路讓你行 我們通常行大運是年三馬行大運 我們說年三馬行大運是指示和醜事是好的 知不知道指示和醜事在哪 指示12點 沒錯 12點至3點可以的 之後早上7點至9點都可以行大運 然後中午11點至1點都可以行大運 我們向哪個方位行呢 第一可以向西北方 西北方不是西北方 我們是向西北方行 這是接貴神 什麼叫貴神 地位提升 認識多些朋友 有錢人 這就叫貴神 向西北方 在這裡走大約30分鐘 我們說1 走1 走1 那1就要走回來的 第二個向西方行就是吉神 吉神什麼都好 所以你可以向西北方行 然後再向西走的話 就兩個神都可以收光了 吉神代表每樣東西都順利一點 每樣東西都可以 包括財運也好 桃花運也好 事業運也好 我們要記住 那天可以一邊走一邊大動作 去迎接那位神 如果駕駛車的話 要迎接那個財神的話 我覺得因為要迎接那道氣 要搞下玻璃窗 這樣才會有汽油 如果我向香港的西北方向下車 然後再繼續向西北方向走 到處走 都可以 師傅 向西北方向走 去哪裡 西北嗎 去屯門 屯門 入到哪兒呢 不用這樣入的 BMW 你會 我可以逮捐甚麼工作 我想去屯門 如果我住在港島東那邊 應該怎樣走呢 港島東 當我們現在在柴灣 你就向西北方向堅利地城 師傅剛才說 本身住西北的 例如你住在青衣 元朗 屯門那邊 最好在你準備走大運前 去一些東面的地方 準備好 那夠時間了 就向西北回家 帶著財神 帶著吉城 回家更完美 師傅 如果走大運那天 我想更容易接到貴神和吉城 有沒有穿甚麼衣服 那天叫丁謀日 丁謀日最旺財的顏色 就是白色金色銀色的 那天看看有沒有白色金色銀色的三角色 這個銀色就行了 我們只穿這一個 然後放些金面 銀面 金屬的東西 或者在家裡看有沒有道具 即金元寶 放在車上 加強金屬的氣 那天就可以旺財了 那些人經常駕著風車走 說轉行一點 厲害一點 都是對的 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轉大運 但是有一件事 你那個轉大運 是打個比 原來你去年很壞運 你就轉而已 你去年很壞運 你就越轉越壞 轉運嘛 是扭轉的命運 如果你去年是19年覺得一般 你就不拿它去轉運 不然就不用賣的 風車 我想全香港每人駕駛風車 我覺得也會要的 我覺得也會要的 轉走 轉走到2019 轉走到2019 2019的人都要轉走 是的 2020說兩句香港是怎樣 你真的想知道嗎 想知道 有公官會落台 我們不會那麼 discontinuous吧 他會有 rubbish 唷 唷 是 是的